少年竟然用脚趾和螳螂打拳击 可随着少年出拳的速度加快 眼前的螳螂居然长大了两百倍 此时任牙带着小学生来到自己家的地下室 轰荡荡的地下室里仅摆放着一张桌子 为了能够打败自己的父亲犯马永次郎 任牙很快便开始了假想练习 可突然任牙震惊了 下一秒他就被什么东西击退到墙 就在小学生一脸懵逼的时候 任牙表示比史前巨像还强大的对手一看 就在不远处的桌子上 小学生没想到任牙所说的对手 居然是一只小小的螳螂 看着小学生一脸的惊讶 任牙便开始了讲解 严格来说昆虫的格斗技巧是猛兽无法拟命 两者的力量更是不在一个档子 体型巨大的老虎和狮子 最多也只能拖动自身体重三到四倍的力量 而小小的昆虫却可以轻松拖动自身体重七到八倍的力量 跳十公尺高对于羚羊来说是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跟跳蚤和骂条相同 那真是小屋见大屋了 如果跳蚤的体型和人类一样大 那它们轻轻松松就能跳过石层楼高的建策 当我们把体型渺小的昆虫抓在手 却能明显地感受到它们强大的力量 如果人类的体重和昆虫相同 我们根本不是它们的对手 如果不幸被它们的脚抓住 那么一定会成为滋养大地的肥安 而作为昆虫里面的王者 螳螂可以称得上是最底级的格斗战士 如果它们的体重超过一百公斤 那么即便是体型巨大的非洲象 也会成为它们的实力 听完任牙的话 小学生十分的震惊 可毕竟任牙的鬼脑可不是太 既然连拳王泰森都可以想象出来 那一百公斤的螳螂对于任牙来说也不是问题 只见任牙眼神钻住 忽然玻璃缸里的螳螂开始动 任牙猛地踢出一记高段鞭 而这正是击败拳王泰森的那一脚 可下一秒任牙却被弹飞了出去 它瞪大了眼睛 满脸的不敢窒息 从任牙的表情中 小学生看出任牙很惧怕它幻想出来的东西 仅仅一击任牙就被击飞到空中 但好在任牙利用灵活的身体迅速拉开深门 接着任牙便开始了反击 它猛地使出一击跳后踢 可结果脚却停在了半空 任牙的身体开始不停地颤抖 难以置信 它居然被螳螂给牢牢地抓住 但很快任牙就一击吸顶破开了螳螂的控制 可就在任牙得意之时 它却被螳螂一击轰飞到了墙上 恐怖的撞击就连身后的墙壁都被撞碎 可未等任牙喘息 小学生紧紧地盯着任牙的动作 努力地不错过任何一刻 渐渐地它在任牙那令人眼花的动静中 逐渐地看到了螳螂具象化的身体 此刻这只100公斤的螳螂阵和任牙激烈的战斗 直到亲眼所见 小学生才知道任牙面对的是一种何等恐怖的怪物 范马勇次郎虽然打败了一头恐龙大小的非洲象 但那头巨象只是依靠体型上的优势 一旦它变得和昆虫一样大 那力量甚至不如一只毛毛虫 此时任牙与螳螂的对战也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 可无论任牙如何攻击 却都对螳螂丝毫不起作用 任牙从地上再次爬起 它知道攻击螳螂的头部没有作用 随后它一跃而起 跳到了螳螂的背上 可令任牙没想到的是 螳螂的眼睛没有任何死角 无论任牙在什么位置 螳螂都可以轻易将它抓住 眼看自己就快要被吃掉 任牙使出浑身解数才勉强正拨树 可即便如此 任牙还是相信自己一定可以 现在想要打败螳螂就只剩下一个半步 那就是和它正面硬刀 可螳螂的盔甲实在太硬 任牙根本就对它造成不了任何伤害 眼看一技不成 任牙使出脚杀术将螳螂的手臂牢牢地控住 可就在任牙发力想要将其折断时 螳螂却猛地挥动起领导 将任牙重重地砸向桌子 此时的任牙已经满脸是心 就在他犹豫是否要和螳螂继续对战时 忽然他的脑海里 不现出老爸犯马俑刺狼的声音 难道和他对战的时候 自己也要夹着尾巴逃跑吗 此刻任牙已经找到了对付螳螂的办法 他猛的一拳打在螳螂的脖子上 没想到螳螂真的被击吞了 原来螳螂最脆弱的位置就是他的脖子 而任牙刚刚使用的正是螳螂拳 任牙微微一笑 随后他摆出和螳螂一样的战斗姿态 再次面对螳螂发起攻击 任牙居然利用螳螂拳开始领导 紧接着任牙对着螳螂的脖子又是一拳 领悟了螳螂拳的奥武 任牙的实力大大中调 仅仅两个回合就将螳螂打个节节拜一步 随后任牙缓缓地向螳螂走去 螳螂挥起镰刀再次向任牙攻去 却被任牙轻松躲过 此刻两人的局势完全逆组 无论螳螂如何攻击都无法击中任牙 而任牙在不断的攻击中 已经逐渐适应了这场战斗 他的身体已经可以不经过大马 自主地做出反击 此刻已经不再是螳螂与螳螂之间的战斗 难以置信 任牙居然在激烈的战斗中领悟了仙鹤拳 面对自己的天敌 即便是在凶浓的螳螂也只能乖乖地哭下 而任牙的表情也开始逐渐变得放松 下一秒螳螂就恢复到了原来的大小 毫无疑问 最终任牙获得了这场对决的胜